武汉每天不一样,杨罗今天有新闻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8日星期一 这里是银爵之光,展现大洋桌的纯美城车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自媒体人岳哥 两天前,我就对杨罗发生的游行示威 发表了一点非常粗浅的看法 那么非常幸运,就有不少湖北朋友看到了并留言 其中一位武汉的朋友就与我取得了联系 同时非常慷慨地分享了7月5日和7月7日 他在杨罗阳光大道商圈,阳光北路附近的所见所闻 有视频,也有文字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视频都是由这位武汉朋友亲自拍摄的 显示了7月5日杨罗街头的场景 而我要念到的文字来自邮件 是这位网友7月5日7月7日在杨罗街头的所见所闻所感 让我们不吹也不黑 携起手来,尽可能多地还原事实贴近真相 以下就是这位武汉朋友的来信的全文 实录如下 我是武汉本地人,住在武昌 从YouTube推特上听说 杨罗由于垃圾焚烧问题在游行 由于网上信息真假难辨 我常常会尽可能到现场验证 以便更好地接受网上信息 7月5日下午约4点左右 驾车从武昌到杨罗 40公里距离到达时约5点 虽然杨罗现在属于武汉 但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还是属于外地 驾车在市区转了一圈 感觉空气污浊,环境也不好 典型脏乱差 有点像武汉90年代 约6点到达阳光大道商圈阳光北路 中商平价超市 肯德基,银行及其他主要商业都已关门 只有一些个体开的门面 及街上的小商贩在营业 在中商平价超市旁的一个卖北京肉卷的门面 买了一个鸭肉卷 问店主什么时候开始游行 约30岁女店主说 晚上8点左右吃完饭 大家都会出来 并情绪激昂地告诉我 我们杨罗人肯定要坚持游下去 这关系到我们小孩的未来等 在这条街上转了一圈 看到在路口有一辆救护车及救火车 很多警察用的客车里面坐满了拿盾牌的特警 车牌照被遮挡了车 有客车运来的大量便衣 大量穿黑色衣服印有CSGL字样的城管人员 稍后就会换上应用治安积极分子和城市引导员字样的红马甲 大约7点左右 城管队员开始或劝或强行小商贩 及仍在营业的店铺收摊关门 约8点 特警车队开始向商圈所在地开来 每一个街口都有大量的城管便衣交警 道路开始管制 8点30左右 人群越来越多 没有人喊口号 也没有人游行 只是看到很多人聚在各个路口 我在人群中举起手机拍照 被一个穿黑衣的男子制止 10点左右 大批城管人员开始驱离人群回家 在一个路口 看见一个街道书记在劝大家回家 说放心 我们没有大家的同意是不会建焚烧厂的 并向大家保证 有人说 那你给我们文件看 不然就不相信 书记没有回答 在随从的簇拥下离开 现场没有剥夺暴力 也没有看见有什么冲突 只是感觉政府组织的力量很强大 老百姓没什么组织很弱 我的疑惑 为什么政府要组织这么多警力 人力物力来维稳 而不是与百姓交流商谈 我大约10点多离开现场 7月6日没去 7月7日晚 昨天同样时间又赶到阳罗同样地点 相对于5号 今天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紧张 各个路口一样很多城管人员及政府工作人员 少了警车 7点 中商评价及肯德基开始关门 其他店铺大概8点关门 我坐在一家准备关门的药店门口休息 旁边也坐了一个当地的人 4个穿白衬衣的男子从我眼前走过 其中一位约50岁的 看起来像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或警察 转过身来走到我面前 问 你是哪里的 我说武汉的 问 来这里干什么 答 来玩一下 男子冷笑道 问 这里有什么玩的 我说 不可以吗 他说 如果平时我们欢迎 现在是敏感时期 你来玩什么 继续问 你昨天是不是也来了 我答 没有 他说 你肯定来了的 我注意你了 你要知道 我们的监控是很厉害的 赶快回家 我答 知道了 以上内容就是这位朋友 透过邮件来介绍 7月5日和7月7日 他深入阳罗街头的所见所闻 再一次非常真诚的感谢 这位武汉的朋友 他给我们带来了 真实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进而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 去看到更多的事实 从而更好地贴近真相 大家好 Robinson 董事长 吉ahr aran 编iyorum ara 和 编宾 自己 里石 aki 这本的 士 也是 我